社會的多元就是這樣 你可以用你覺得你相信的價值過日子 那也有人用他相信的價值過日子 而且他也真的找得到可以相信他的價值 跟他一起過日子 我繞口令講完了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用常理去判斷 這本來就是 當然去上PTT網站留言板上 一個人講的 叫做 Emojin的Muse 真的一樣 我這樣露露燈 後來你的畫面也短一點 I am先生 他說雖然是你請我願 但聽了還是很討厭 對啊 對不對 你像人家要娶婆婆的 可是就是說 這也不用說什麼 我要羨慕他我要學習他不需要 OK 就是他選擇的一種生活的一個方式 而且我覺得因為他今天是雷宏 是公眾人物 所以因為我相信 其實在現在的社會 一定還是有這樣的人 大母子的那一種 有像土材住的家中 中南部的 真的 一個老公兩三個老婆 這個其實 賣中南部別部就沒有了 好啦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些土 山蕎仔 山蕎仔有的都是有大母子的 有的真的是大老婆小老婆 來 之前不是有個社會案件嗎 一個陰樓的被搶 小老婆死掉啊 有沒有 人家兩個是好姐妹 對 人家那個大老婆也靠到這樣 所以 年輕的被殺了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說 大母子又為了 叫那個 二方的老婆子 叫他趕走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人家真的是處得很好 但是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是說 假設 四房的房子 真的是離蕾鴻的 比較近的話 那就代表說 我這樣講 如果說 這些老婆群有在看的話 就是說 他跟他離比較近 那我就很難去相信 他的那個三步 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因為他也許 也有跟四房講說 你是最好一個 所以我實在 我告訴你 我覺得實情是這樣 他的確取了那麼多房 然後那個三步 也是男人衝面子 我就是都說好 要來老台這樣 老婆 我愛什麼 而且我覺得 每個組成的結構 都不太一樣 可能蕾鴻他有 他這個 所謂一對五的這個 結構的組成 過人之處 像剛剛鄭大哥講 其實台北有沒有 當然有 我剛剛就講說 迪化街有一個 暴擊鴨鴨街 他也是很絕 那時候其實媒體也報導很大 其實大家都覺得他很厲害 他老婆就是 很明顯就是掌櫃 後來第二個老婆怎麼出來的 就是 老婆是在外面照顧 沒有 然後常常去他店裡面 掛布來買 就掛布 然後去做衣服什麼的 是因為業務往來 到最後日久申請 這樣不行 後來就 偷偷的就是沒來演去 然後開房間去了 然後開房間去了 後來只好告訴大老婆 那怎麼辦呢 後來也是吵了老半天 後來這一個二老婆就負責 以後負責什麼 跑業務 然後三老婆呢 是個客人 因為那個 而且那個三老婆很年輕 大概二十幾歲而已 因為愛漂亮 喜歡到布市去自己挑布 去做衣服 就要買布買買買買 為了買打折的布 所以就以身相取這樣 有沒有打折我不知道 就到最後買布買到最後 看對眼了 來了 然後後來這個第三個老婆 負責做公關 然後到最後你說 就是一個公司 就變成企業化管理 老婆就是 大老婆就是作證 然後作帳 二老婆跑業務 三老婆就是做公關 U型很厲害耶 可是問題你說 這樣子很好啊 三個老婆各有各的工作 炒番了 後來老二就會跟說 我跑業回來 那我要分多少多少趴的紅利 然後那個小的就說 為什麼老師我去做公關呢 那你把我去 所以為了前傾 也吵得不可開交 所以真的 所以剛剛美人傑講的 和平我不相信 不可能 我有一個同學 我記得我讀二專的時候 我千絲萬想都想不懂 她有一個妹妹 我們去她家會彈吉他 那時候會唱民歌 然後喝一點酒 吃點花生 哇好快樂 看到她一個妹妹 長得好漂亮喔 這樣 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那時候會說 來打一打一下 沒有多久 說她竟然要嫁為人婦 可是呢 是去做人的二訪 是一個 那個男生 就是要帶那個人去回家 就算是有錢的 要去做人的小事 那時候千想萬想都想不懂 你這麼漂亮的女生 而且還台大中文系 好可惜喔 怎麼會這樣子 台大中文系 嚇到甘願做人的小事 差幾歲 差幾歲 差十幾歲 後來 後來我不知道 因為像她 撐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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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再去念頭 真的 真的 就是你會想不懂 就是怎麼會 她讀台大中文系 長那麼漂亮 甘願去做人的小事 真的 所以你說這個雷鴻60歲 然後那個女生30歲 甘願做人的第五房 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那一般的民間的觀念 都認為說 好啦 紀念要做你的小事 你也是要有給我們一個過門的儀式 對啦 就是說給我們對親友都有交代 你看 正式的這個 正式的儀式來宣誓說 她已經是她的老婆 這樣 不然我們要對人怎麼說 這個對於女性在婚姻裡面的地位 那個想法 台灣好像有很先進的人 也有很古代的人 大家和平共存也是一個奧妙的現象 好像他們那邊是相反 覺得有過門好像好一點吧 所以才會這樣做吧 對 差這麼多 禮貌要做足啊 對不對 勒索啦 勒索要做足啊 真的就是落差 可是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耶 在以前現在還會不會這樣子 就以前我們剛出來做節目的時候 就十幾年前的時候 當時有討論很多議題的時候 我聽到一種說 我說 就是鄭大哥講 人家水水紅膏 我們都不會 是怎樣 他會被算命的影響 被算命的影響 對 會 說喔 他就是洗衣服的 有人一開始就認定自己是洗衣服的 就往這樣子的 這真的照著命運走耶 有耶 有這種事情啊 對不對 有聽過嘛 當然有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剛剛聽那麼多例子 剛剛鄭大哥那個是 開門店嘛 我剛剛是布奇亞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 就是說有這個能耐去取這麼多老婆 或者是說想錢之福 其實好像真的都要錢耶 就是說 然後就換言之氣 我不是說 其實小老婆就沒有付出感情 沒有真感情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到最後都會流於現實考量 因為剛剛鄭大哥講到那個例子 我就想到我以前一個朋友 他也是很漂亮耶 同業喔 他是跟我們是同業 很漂亮 然後很有能力 可是後來呢 很特別是他結婚了 結婚就是正常 做人的就是正公娘娘嘛 沒多久 他居然為了去當人家的小老婆 離婚了 為了當人家的小老婆 而離婚喔 而且重點是 也就是說他的外遇 他那個男生那個對象 他不願意離婚的 對不對 對 就是有太太的 然後就變成說 可是他的考量是什麼 第一個 他覺得他這個 這個老婆婆婆也沒什麼 你老媳婦呢 你可以給我什麼幸福 再來也沒房子 有房子啦 貸款貸那麼多 可是我當家小老婆 我在最好的天母士林一帶 我就一間房子啦 一兩千萬的房子 然後我每個月生活費 所以是嫁人 美人姐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會很奇怪是說 到最後其實有沒有愛 有沒有情 我覺得是有的 可是一定會流於什麼 現實考量 我覺得怎麼樣 要委屈自己 那就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平衡 對 來平衡 來補我那個缺嘛 那就是錢 那我們 一個月七萬你買嗎 我沒有愛 我自己我就不去賺錢 我說我何必要去 好像矮人家一起 去看人家的嘴一點 不用嘛 女生有時候是真的會被打動 我曾經去餐廳吃飯 那個餐廳的師傅跟我講 他說有客人 把債夫跟老闆交代說 幫我物色看看 有沒有那種40歲左右 因為那個男生70幾歲 因為他太太已經死了 所以他要找一個伴 那個伴他一個月願意給他10萬 然後一台賓士汽車 這樣子 那跟他住在一起這樣子 這樣子 他拜託幫他找 這樣 那物色的這個女生 有些聽說這個有意願 所以陪他來吃飯 他後來有找到 還在interview喔 對 他還帶他來吃飯 就是說他後來有找到 一個月給10萬這樣子 10萬 一台賓士汽車 要跟他住在一起這樣子 其實這那個這個是 40歲左右 這裡吃頭肉嗎 這也是一種頭肉啦 對 他吃頭肉現在 他吃頭肉現在要去餐廳嗎 他大概也不至於 到用人的程度 不是 他當用人的程度 現在20幾歲的女生 伴遊 是40幾歲的女生 不是 可是要跟他睡喔 要跟他睡喔 不是只有陪他聊天 一個月10萬的吸血 你是說要找40幾歲的女生 40歲左右 對 你真的很清楚 對 你真的是不是 而且表情我也是